Hello 浅浅来录个护肤 我最近脸不是 过敏你们知道啊 然后每天晚上会敷这个面膜 就是它会有一些 即时的镇定 如果你白天有一些刺激性 接触皮肤红的话 它也会有消红的作用 最直接的反应是 比如说我今天起个大红闷头吧 敷完它之后第二天红闷头会消 然后我第一步会用这个 刺泡 就是精华液 然后这个是水状的 就是先用精华 此泡再用水 这个就是非常柔 一点都不刺激 而且也不黏膩 非常好吸收 我今天的脸 还是会有一丢丢的泛红 我就用一只 如果你皮肤比较稳定 你就一只用两次就可以 不用怕多 因为它非常的好吸收 完全没负担 就补水一绝 其实皮肤 我今天泛红 也是因为太缺水了 莱布尼的这个眼霜 反正用了这么些了 还行吧 紧致效果还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我最近脸颊过敏嘛 所以我这个眼霜我都非常小心 避免蹭到脸上 但我从月初出去玩开始到现在 就皮肤一直都还挺稳定 它的这个水是有点 微微丑 会比它的那个刚才的刺泡 稍微丑一丢丢 但也是水的质地 就是这种流动性很好的水的质地 就是给我最直接的感受 是皮肤滑了 稳定了 加上会有点发亮的效果 所以我应该会一直用下去了 非常舒服 后悔没有早用这套 干皮就不怕多啊 水什么的你就晚上铺就可以了 水是不怕多的 我最爱的面霜 它家的特护霜 我用的是就是银润的 我觉得油皮也可以用银润的 因为它不油 它就是非常润 它家的设计都挺好的 按压的 好 等它吸收吸收再涂防晒霜 敏感肌 敏感器件都能用的 这种质地的 今天也不太想化妆了呢 感觉皮肤 有负担 所以我就 涂个防晒乳就好了 像乳液一样的质地 那就是完全无刺激的物理防晒 非常安心涂它 这就是 敏感肌的日常护理 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就这样就可以了 有重要的事呢 就我们再涂个隔离 或者是 气垫啥呢 拜拜 一会儿见